就是娛樂 今天帶你來到市東市場 介紹一下蚵仔 老闆老闆 了當耶 要切到你一個休息時間很困難耶 行李今天太好了 你們家還有窗簾 我把窗簾先拉起來 我把窗簾先拉起來 老闆 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芋頭 台灣產地哪裡最好吃 大甲的啊 大甲的 對... 為什麼 總是要有原因嘛 因為它比較鬆嘛 它產地比較鬆 產地比較鬆 就是鬆軟嘛 比較好吃 然後它的是石頭跟沙子 他們種的 所以它比較好吃 就是種植的 等於說它的產地裡面 它的土質就是石頭跟沙比較多 對... 所以口感吃起來比較鬆就對了 對... 可是我們大家在吃蚵仔 不是都會喜歡吃那種綿綿的嗎 就鬆綿啊 鬆綿 鬆綿就是這個意思 對... 大家的蚵仔特別好吃 幫我們介紹一下 蚵仔要怎麼樣挑選 就是比如說 我現在挑了一顆蚵仔 我要怎麼知道它好不好吃 要種 要種 對不對 要種 一定要種的 越飽滿 越扎實的越好 這兩顆都夠重喔 對啊 都今天的 這一顆更重 對不對 對... 這個我們是到菜市場 傳統市場看到的斷面 都是已經切好了 對... 所以這邊有沒有 沒有 不一定 它來的時候 它這邊沒有 就是一樣沒有切 我們是要求它要切 來看得到它的漂亮 的斷面 對...白 要... 所以裡面的這個 等於說浴絲要夠白 對不對 然後這個紫色的浴絲 要能夠分布的夠均勻 對... 好 廖老闆 那跟你請教一下 就是一般消費者買回去 芋頭大家最怕的 切洋蔥老闆曬對不對 可是切芋頭就會造成皮膚癢 這個辦法我們要怎麼樣去 讓它杜絕掉 先削好皮 然後再洗 先削好皮再洗 跟先洗再削皮 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先洗的話會弄到手的話 再削它會弄到手背 會癢 尤其偶爾弄到手背 是它會癢的 就是這邊對不對 對... 手背上 對... 了解 就等於說你不要先讓水 碰到芋頭 把那個會造成皮膚癢 過敏的那個物質溶解出來 對... 等於說我們要把這個步驟 顛倒就對了 對... 那我還有在網路上看到 我坊間有一些做法 什麼用醋啊 用什麼 先擦乳液啊 戴手套 那個... 我覺得沒有必要耶 都費工 對啊 那是多此一舉 因為你這樣弄到 弄到什麼醋啊什麼 那你會弄到藕啊怎麼辦 要弄到那個油啦 對不對 只要先削好 不要弄到手背就好了 它就不會癢 只要先削 千萬進步 步驟就是先削再洗再切 對不對 所以記得要挑 芋肉裡面是白色的 然後芋絲要分布均勻的 就是一顆好吃的芋頭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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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